哈喽大家好,曾在中国就职上海经济发展研究所 曾担任过记者杂志社总编,频道总监的戈壁东先生 今天在网上对纽约时报发了一番感慨 他说,纽约时报对神韵的大报道,看后就知道该报是何物了 他指出,纽约时报没有任何的阅读和参考价值 戈壁东先生谈到,我一直听说纽约时报对神韵做了一年的调查 要出大文章,所以我想他们也许会拿出一点 我们没有听说过的惊天动地的大消息 最后看了他们的报道,说来说去还是那么一点屁事 戈壁东只问说,谋杀了,强奸了 有明确证据的虐待了 你倒说几件犯罪嫌疑的事出来 或者暗示干了什么违反美国法律的事情 洋洋万言 好像找不到一句有分量的指责 说谎造谣要惹官司的 如果这种事情有价值 那么美国没有一所学校不可以写那么长 或者比他更多的系列文章了 如果这些都是罪状 那么美国差不多所有左派学校都可以被起诉了 戈壁东先生非常鄙视纽约时报 他说,纽约时报算个什么东西? 我清楚得很 还记得他们写的给社会主义一个机会 共产党是怎么引导中国走向成功的这些文章吗? 这是我截图给大家看过的 2020年,我报道过纽约时报 把禁止武汉病毒流入美国实施旅行禁令 称为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 这口气比人民日报还扭曲 同一年,我截图了他们一周的报道 周一骂美国霸权主义 周二骂川普 周六周日报道自由世界如何混乱 周三周五赞扬中共 周四报道习近平接见革命群众 一周内有四个版面是套红的 全部都是赞扬中共和习近平的 我的脸书上也可以找到截图证据 他还发文章痛骂普世价值 戈壁东先生还指出 实际上我们早就知道 纽约时报中文网 就是中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美国版 这样的媒体存在 其实是美国的耻辱 它的价值体系根本是极权中共的 其实就是中共在美国的代理 它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叫 红美 是中共在极左支持下 全球渗透的结果 戈壁东还说 这样的媒体对神运的报道有多少可信度 他号称调查一年找了八十多个证人 但是真正在文章中引用的也就撂撂数人 其他几十人哪里去了 说了什么 有没有条件出庭做证人 戈壁东先生还风趣的说 纽约时报没报道之前 我还真以为神运出了大问题 为法轮功担忧 纽约时报报道一出来 我从头到尾看了两遍 不就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吗 在任何团体中 都可以找出比他更多的不满者 关键是这些事情足以判为犯罪吗 连败坏名誉都做不到 最多就是引发一些不明真相 或者中共网军骂几句 可笑 显然戈壁东先生穆光瑞丽 一眼就看透了白骨精的骗人把戏 把纽约时报的来龙去脉 和其党报的实质 用聊聊术语就说得一清二楚 这下纽约时报 用一年多的时间的造谣 全泡汤了 反而再次帮助神运 扩大了影响力 等于是帮助神运 再次做了一个免费的广告 好 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观看小枫传媒走电下 我们下次节目见